林依晨每年年底都会与同门师弟妹林伯鸿、张瑞佳、黄新帝、张洛提、张嘉惠、陈伯荣等拍摄年历 2019年历经出炉,以生命的起源大自然为概念,年历照惯例将举行易卖 详细办法届时会在周子娱乐官方脸书公布,易卖所得全数捐出公益单位 林依晨在年历中穿上全黑皮直装,戴上夺目大耳环,俐落不失优雅造型,气势非凡 他在年历主题中扮演矿石,虽然低调,但对我来说,他们的存在都是会发光的哦 也俏皮要大家今后都要一起闪闪发亮 他睽違五年没有演出古装剧,最新主演的大型古装电视剧《小女花不泣》 将于明年播出,让粉丝直呼兴奋想看,终于等到女神了 明年初有二部电影,给19岁的我自己,和,神探蒲松林,接连上映的林伯红,衬衫上的树叶印花加上胸前别了一只小鸟图案别针,是与年历主题最契合的 拍摄中,最让林伯红兴奋的莫过于左耳戴了一只耳环,戴上耳环后,突然有种好像知道要怎么拍,台语,坏,的感觉 身材曼妙又高挑的的张嘉惠,身穿衣袭蓝绿色系礼服站上高台进行拍摄,居高林下面对镜头的姿态,让现场工作人员纷纷对他喊着参见皇后 而他也去未笑回,你们有看过头发湿湿的皇后吗?而且还披头散发耶 正式回归演员身份的张嘉惠目前也有多部戏剧在洽谈中 张嘉惠兴奋的说,期待新的一年有更多新作品跟大家见面 为了营造张洛提陷入风中的视觉,摄影师运用了飞行散材质的布景进行拍摄 拍的时候其实风起云涌,但照片的我看起来老神在在,这就是所谓风中男人的态度吧 张洛提带着锤链大眼镜十分趣味吸睛 过程中直说这链子好像一拉起来,就有种要把我带去外太空的感觉 张洛提近期正进行历经三个阶段与数百人竞争 一路过观展将入选的爱奇艺实境秀节目,演员的品格,的录制,该节目将于12月播出 首度挑战全新演出类型的她,表现令人期待 有国民闺蜜称号的黄新帝身穿古着碎花洋装,温柔却坚定的眼神完美演绎了小女人韵味 黄新帝说,我觉得红色很像我,热情外放,小花小草也是我,很坚韧,勇敢地绽放着 黄新帝还特别透露,其实这次年历自己拍摄了两种造型,她笑说,因为两套都太好看了 直到最后一刻整个工作团队都迟迟无法抉择 公司为了让粉丝们一饱眼福,决定将另一个造型也放上年历,希望让大家有赚到的感觉 而黄新帝的最新古装电视剧,小女花不泣,也将于明年播出,届时粉丝将看到她有别于以往的突破 张瑞佳以大小豹纹图案的服装搭配显眼草帽,与石头,芒草的山林不仅融为一体,让她除了性格魅力外,更呈现出一种悠然的味道 为了融入不仅,张瑞佳在拍摄过程中都坐在大时尚,其实做着拍并没有比较轻松 受限的姿势反而更能激发我创造新的情绪和表情 他也分享自己超享受整个拍摄状态,有种自己就是一位山中影视的错觉 郝切亦瑞佳近期盲牌舞台剧《从天上来的声音》即将于平安夜公演,一月紧接着开始新戏的筹备 秋思琴首度挑战水中拍摄 前阵子忙着体验生活,充实状态的她 近期已开始在为明年初即将开拍的新作品做准备 水是我现在的心境,因为她可以有非常多不同的状态 我希望自己在演员这条路也能向她,能持续展现,挑战不同形状的自己 穿着一身仙气十足的服装躺入冰冷的水里 最困难的是必须在波动的水纹中抓取表情的平衡 即使过程中冷的发抖,但唯美的成果呈现让她大喊,好值得 有别于其他自然元素 陈伯荣展现神秘的宇宙感,营造出科幻的氛围 她与戴玄虚很满意的说,看似什么都没有,其实蕴藏了一切 摄影师最初便抓准要聚焦在她立体的五官特质 运用冷色调的光搭配一致性线条的服装 果然让伯荣深邃的双眼和轮廓在冷冽的表情中更显名人 现场工作人员都忍不住说,伯荣表情再冷,我们还是被融化了 伯荣工作满档,古装新戏将在月底开机 首部电影也将于明年上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